大家好,春天是吃野菜的季节 今天用采摘来的木许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不用炒不用蒸,简单易做 把摘好的木许先放入清水盆里 把木许清洗干净 我们吃木许的时候最好选用嫩一点的木许尖 这样制作出来,口感鲜嫩不塞牙 把木许清洗至水变清澈 里面放入清水,放入半勺食盐 把湿盐搅拌融化 在滴上两滴水用油 这样煮出来木许颜色更好看 水开之后,焯水半分钟 再控水捞出来 放入冷水盆里面,过一下凉水 先让木许浸泡着 准备一把大蒜,把大蒜一个一个的拍碎 切一下,再剁成蒜末 放入碗里备用 另外再准备一个小碗里面放入一大勺生抽 半勺食盐 半勺面白糖 倒入等量的清水 半勺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这是小碗里面没有面疙瘩 搅拌至比较顺滑的状态就可以 现在把泡好的木许空水捞出来 挤干里面的水分 然后放入盘里 可以兜散开 中倒入食用油 油热以后把蒜末倒入锅中炒香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请帮忙点赞转发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 搅拌均匀 开大火煮开 煮至锅中沸腾起来 汤汁比较粘稠了 就可以关火了 把煮好的料汁淋在木许上面 这样制作出来料汁很鲜香 平时吃木许都是真的吃 凉拌的吃 大家可以换一下这样的做法 这样吃着鲜香美味 脆嫩爽口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的独特的做法 如果你感兴趣就试试做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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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